欢迎收看太阳的艺人石 今天我们来到了光彩路 带您吃一家1876年就开了饭馆了 北京是排名第一的大链火烧 你看中华老四号始创于1876年 门框胡同大链火烧瑞宾楼 咱们今天去尝一尝吧 Let's go 位于大石烂门框胡同 这个就是烂蒜肥肠 我这肥肠块可够大 然后中间处理的也还行吧 都是那个东西 烂蒜肥肠块还挺大 尝一尝 我点了一个热菜一个凉菜 六两大点火烧 其实我不想点六两 但是没办法 它这二两起点 我有三种馅非常感兴趣 蒜味还挺浓 这个烂蒜肥肠 但是有醋味 醋味也挺香的 然后这基本上看吃饭的 都是老北京 没有什么年纪太小的 然后所有的大链火都是现包现老 不像筋骨圆一样 就是卖到最火的馅可以点一两 其他的都得二两起 这是扁豆馅的 然后一两仨猪肉扁豆 看着好实啊这一条 你看 从这就能看见 馅都已经露出来了 我还滴油呢 看见没有 这我没有那么多 所以不是成丸的呢 基本上上齐了 就算个凉菜没上 猪肉扁豆 猪肉三鲜 猪肉茴香 再尝一个这个吧 先加点猪肉三鲜的 哇 这肉馅 就它这大链火烧啊 基本上都是一条馅 你知道吧 就每一个里头塞的都非常熟 所以基本上看着还挺好吃 不知道这个是啥 有葱 有肉馅 剩下是啥不知道 三鲜 可能还有鸡蛋吧 呦 馅儿掉了 馅儿掉出来 正好看看 哇 虾三鲜啊 好吃 虾味很浓 整个的虾仁 那就是虾仁猪肉鸡蛋嘛 这猪肉茴香的也还行 但是确实 不如这猪肉三鲜的 猪肉三鲜的馅儿都感觉足 而且这个香味也很利 关键它里头放这大虾仁实在是太够意思了 这它这个外壳不光是酥 还有一点脆劲 焦酥的那东西 而且他们家基本上是老北京菜 我看什么都有 晚上还点了一些泥到现在都没上 为什么点烂蒜肥肠 就是为了用烂蒜肥肠蘸大点火灶 就跟这个猪肉三鲜的一比 我点的另外两个馅儿 确实就没那么惊艳 其实我自己根本吃不了六鲜 我觉得我能吃三两差不多 但是它不卖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这个已经喝了 哎 希望什么东西 拌鲜 我以为这是蒜拌的呢 没想到是麻将拌的 尝一尝吧 这个好久没吃了 不知道跟伽利比怎么样 你看这茄子炖的巨蛋 然后麻将的香味 加上一点点醋香味 而且是凉的 吃起来的巨爽 太爽了 还是有蒜的 有蒜味加麻将味 夏天必备啊 这个 我妹娘吃完了 然后多少钱就不说了 上去的也打包了 然后这个茄泥22个 超级推荐 因为夏天嘛 这个又两块吃起来 有麻将的香味 又有蒜香味 加上这个非常滑爽的 蒸透的茄子 就要吃 大点火烧 不愧是北京排名第一的大点火烧 确实有两把刷子 当然只限于它这个三仙夏啊 其他夏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也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这三仙夏可是真厉害 14块钱一两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还是值得来吃一吃 虽然是冷店啊 但是这家干净喂啥呢 你看 对吧 其实服务员也是在吃这个的 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做东西 还是可以放心的 而且正经老店 里头的装修 包括这些家具 你看着就像用了很多年了 而且他们在这也确实开了很多年 就搬到这边 你看都有小二十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家还是值了一试的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太阳的颜值 看完关个注 美食不迷路 拜拜